晚上9點多 五名男子被冤警攔下零檢 準備酒測時 其中一名男子還嘻嘻哈哈 一副無所謂的模樣 所以你們去把那個檳檬汁 檳檬的味道都給沖洗掉 都已經讓你們漱口了 等一下測出來 就是結果了 沒想到這一測發現男子酒測值 竟然高達0.29 不過男子卻是這樣反應 0.29 你一位酒測值0.29 涉嫌公共危險罪 警方現在已把家裡逮捕 酒測超標男子被帶回警局做筆錄 還因為犯了公共危險罪 被警方移送 不過他才剛坐上警車 馬上就聲淚俱下 哭訴自己還有車帶要找 付不起罰款 當初他沒有認為這是太嚴重 但後來到代款所偵辦的時候 他對當時在現場的反應 也感到很後悔 男子和朋友一群五個人 晚上出門聚餐 酒後還騎車準備去夜遊 沒想到遇上領檢 被抓酒測超標 男子一方面為了顧及面子 一方面又真的是何忙了 醉態百出 酒醒後上警車 卻流下男兒淚 如此戲劇性的變化 讓人看傻眼 這裏毛章王是函 台中報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